说有一天啊 有一只浑身通通红的一只鸟 所以中国古代神话当中鸟特别多 早期的神话鸟特别多 中期的神话野兽特别多 天上到地下了 所以有一只通通红的鸟 嘴里啊 就咸着这个一颗 五彩九顺骨 它有个道骨 五种颜色九个顺 飞到天宫 掠过神龙的头顶的时候呢 它把这个九顺骨就给吐下来 吐下来以后就掉在神龙的面前 神龙一看 神龙很厚荡 一看了 哎呀 它以为是上天所赐的 因为古人经常把鸟 当作上天的使者 古人也没看到过飞机 反正看到一鸟飞过来 觉得挺怪的 就把它埋在地上 就埋好 哪知道第二年 长成一片 神龙就用手 当时还没有这种 这个村里啊 用手把这个道骨给戳开 一尝 味道很好吃 所以它就由此得到了启发 开垢土地 开始 发明了农业 发明了农业 神龙也正因为如此 它被称为什么 五谷爷 也把它叫成龙皇爷 而神龙也是一个井的发明者 我们把发明井的这个功绩 也是归在神龙名乡 因为不然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去 有计划的灌溉 现在据说 还有一口井 是神龙井 在这个神龙老家那里 大家有传说 经常有人啊 走一百里地 跑到这里来打这个井水 为什么呢 当地的人民相信 这个井水大补 可以治病 比这种营养业好多了 据说这是神龙井 到底是不是考古上没有证据 后人为了纪念神龙 这样的功绩 就建造过好多庙宇 来祭祀神龙 神龙的生日 也被定下来了 原来谁也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生的 这是后人定的 定在正月初五 所以每月的正月初五 到正月二十 实际上是祭祀神龙的日子 这个现在不太讲究了 而在过去 一定要在这个时候 祈祷五谷丰登 如果说福西代表了 人类社会 从母系世俗 向父系世俗社会的转变 那么神龙就标指着 人类从渔业和采集的社会 向农业社会的转变 但神龙的贡献 还不止一次 在中国民间 广泛流传着 神龙长白草的故事 那么神龙在长白草的时候 都有哪些神奇的经历呢 当然 在我们民间来讲 神龙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 神龙奔炒 就我们把这个中医药的发明权 也是归为神龙的 神龙长白草